特朗普说如果重新上台 要对那些不使用美元的国家 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他说这番话的背景是什么 主要是全球范围内去美元化 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但是去美元化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去美元化也不是简单的 不使用美元 它其实去美元化代表三个功能的失去 第一个就是美元的交易权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 你要到世界市场买一桶油的话 你不能拿着你自己的货币 去把这桶油拿回来 对吧 这是一个 它是有一个交易权 就是通过美元来进行交易 第二个它有定价权 你比方说我们还以石油为例的话 你比方伦敦布伦特的原油 还有德州的清制原油 它的期货市场 它都是以每桶多少美元来定价权 它有这个定价权 还有一个就是特朗普提及储备权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来看的话 美元依然在这三个领域来说的话 美元还统治着霸主地位 比方说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储备 货币战略储备 那么美元呢 现在按照这个最新统计结果来说的话 占了58.36% 就是接近60%的国家 它的这个战略储备来看的话 就是货币储备的话 还是美元 而其他的国家呢 比方说这个日本 日本日元也是这个国际化的一种货币 现在只有5.5% 那么中国呢可能更低一点 所以呢你要去美元化的 不是说我不用美元了 我就去美元化 但是呢现在美国的一些政客 美国的一些官员呢 已经预感到了去美元化 这样一个大趋势 比方说财长耶伦 就是美国财长耶伦 现在在很多场合 我们多次听到 他就是指着七国集团的 这个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鼻子说 说你们不要再提这个去美元化 那去美元化给你急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感到这样一个大趋势 那么特朗普现在拿着这个话题来炒作 我觉得有争取选民 特别是争取华尔街大佬们的 这种支持的一种 美元是霸权的货币 因为我们经常讲的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那称霸 特别二战结束能够称霸 他有两条腿 第一条腿就美军 美军靠什么呢 靠第二条腿 给他称的美元 所以美军和美元构成了美国霸权的两条腿 你现在有人想着把他一条腿给弄蛇了 他不给你急 所以现在就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去美元化是一个趋势 但是我觉得非常漫长 不是今天明天就不用美元 就是去美元化 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特朗普现在拿着这个问题来炒作 也是就吓唬美国人 说你看好多人都不用美元了 我们美元霸主地位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并不说一天两天就能实现去美元化的 特朗普就提到像印度 巴西 俄罗斯和南非这些国家 就曾经讨论过去美元化的问题 所以有分析认为 如果说特朗普重新闹选美国总统 可能会直接把矛头就对准了金砖国家 您觉得会接下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应该说会采取一些的增加关税 但是特朗普这个人就是大棒高高举起 但是有的时候必须不轻轻地放下 轻轻放下主要原因 它很难使这样一个政策落地 你怎么样跟南非做贸易 人家不使用美元结算的话 你就去增加对非贸易的关税 比方说对华贸易 其实中国跟美国的贸易 这这么多年来看的话 尽管特朗普在这期间大幅度地增加了关税 到现在来说都没有解除 而且这种贸易战还在继续 但是我们有这种耐性 有这种张力 那么保证了我们的对外贸易 美国你不做的话 我们可以对别的国家做 比方说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美国的 原来是美国对吧 现在是东盟 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二大贸易是欧盟 所以东方不量西方 做贸易嘛 这个东西大家愿意做生意 肯定是李上网了 愿意公平地合理 那你提高关税 提高关税最终的受害者来看的话 一方面可能是中国的一些企业 比方说我们一些出国导向型的企业 一些产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觉得还是美国老百姓自己 因为我们跟美国做贸易 数额很大 七千亿八千亿这样一份额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是给美国提供 大量的廉价的 这种生活必需品 老百姓 美国老百姓是得好处的 像说廉价的衣服 对吧 鞋子 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 如果说给他加关税的话 那这个转嫁这个钱 如果是转嫁零售商身上来说 那零售商转嫁谁呢 转嫁给消费者 所以美国老百姓呢 其实是承受了美国增加关税 遭到这个反噬 这应该说呢 特朗普现在只是 举起这个大棒 制造这样一种恐慌 结果到头来呢 我相信他很难 针对像这些新兴的经济体 中国 俄罗斯 南非 巴西等国呢 真实现所谓的 只要不用美元的话 我就给你增加百分之关税 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再来关注到美国大选 特朗普和哈里斯呢 是会在美东时间的10号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1号 进行首场的电视辩论 目前看了两个人的支持率 包括民调是十分焦灼的 包括在一些关键的摇摆轴 这个选情也是比较焦灼的 两个人的这个选情的变化 您怎么来解读呢 现在来看的话 很难分出一个众博 分出一个谁优先的问题 毕竟呢 现在哈里斯呢 刚刚接棒了 没多长时间 所以他的基本盘呢 还是传承了民主党 就是当年 那个拜登的一些 这个支持的基本盘 但是呢 哈里斯他本人呢 也有自己的这个 强项和弱项 强项的话 他可能是 我是女性 我是少数族裔 我可以代表 这些民主党的 原来基本盘 原来基本盘就是 基本的包括这个 拉美裔的 非洲裔的 包括亚裔的 少数族裔呢 对民主党是比较有好感的 对共和党是有点 有点有点有点质疑的 那么这是他的优势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社会呢 什么叫美国 美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 是欧洲裔白人 占主导地位的 这样一个群体 这样一个社会生态 那么欧洲裔 这些白人来看 他不太会容纳一个女性 容纳一个有色的人种 来做总统 我们还记得 这个当年奥巴马 这个当了总统之后呢 就是美国这个 有一家这个 很有影响力的电视台 专门做了个采访 就是当奥巴马 在华盛顿就职那天 就是一月二少日就职那天 那么一帮的老白男 欧洲裔白人 在这个纽约就开会 准备要搞这个 奥巴马 要把它搞下去 他们很不服气 怎么能会让一个 这个有色人种 来当这个美国的大总统呢 美国是欧洲裔白人的美国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美国的这个人口结构 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比方说欧洲裔白人 他大幅度下降 现在可能占 这个百分之六十左右的 这个欧洲裔白人 还是主流 但是呢 有预测来讲的话 到205年之后 由于这个生育问题 那么少子裔大量的生孩子 那欧洲裔白人又不生孩子 所以这种比例来看的话 将来可能有一天 欧洲裔的白人 可能成了美国的少数民族 对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最大的焦虑 就是社会认知 就是美国未来 比如说到205年年 还是不是欧洲裔白人的美国 所以对于这个 哈里斯来看 他有自以为是 特朗普还会继续 这个抓紧一些实验 现在特朗普会利用一切一切 来压这个哈里斯 所以这场辩论呢 我觉得肯定很荒唐 但是呢 大家值得关注 另外看到普京 最近是表态说支持哈里斯 他这个表态呢 让特朗普非常的生气 特朗普说不太明白 为什么普京会支持哈里斯 您觉得普京是正话反说吗 应该是这样 因为普京来看的话 他笑嘻嘻地讲这一个笑话 在笑话当中呢 蕴含了很多的一个 不能言出的这种这个含义 比方说 他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 确确实是非常的这个特殊 我们还记得 那个特朗普呢 信心念念地想见普京 结果花了18个月 才实现了第一次 面对面的接触 在这个应该是在赫尔辛基 那么特朗普上来18个月 那么因为美国内部呢 老认为特朗普有什么勾当 在普京手里边 而且呢 还老搞通俄 美国社会 包括美国的一些 这个反俄的人士 就认为通俄 包括这个美国中的选举 都是俄罗斯操控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当选的话 是普京助了一臂之力 所以这些来看的话 从内心来讲 他当然可以看到 这个特朗普再回到白宫里边 再继续 这么拳大脚踢的 不着调的 你已经这种 对外政策 对吧 看似不着调 但是其实还是 有很多 他的长处的 经商的模式 经养美国经营国际关系 对吧 但是呢 他不是属于这个建制派的 那普京 这个玩笑呢 也激起了一千从浪 特别是美国国内 特朗普就装的 事后就说 到底是 你在 这个支持我呢 还是这个 来 反对我呢 所以呢 他自己都在犹豫 其实说实说穿了 不管是 特朗普还是 哈里斯能够上台来说 其实俄罗斯 特别是普京政府 对美关系呢 我觉得不会太大的变化 即使现在 美国带着 欧美国家 进行政治打压 外交孤立 经济制裁 还有军事威胁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普京他的初衷呢 还是希望能够跟美国呢 转换关系 但目前来看的话 非常困难 特别是在 俄乌冲突 我们继续的情况下